郭家麒議員 是根據什麼準則可以隨便將這個提問停了 我想先聽聽 法律顧問 這三分鐘是由你去發言的 不是我現在可以問法律顧問的 為什麼他們可以不回答我呢 現在是就著這個叫優惠辯論的議案發言的 主席 現在你已經是一個問題放了在這裏 你裁決了你不准再問 那你又不准人去問這個問題 有沒有搞錯呢 處理那個我們會在另外的場合 就現在不是這個時間去處理的 那是什麼時候 現在你已經去 你已經跟他三十七 你要表決的了 三分鐘按照三十九條的規定去發言 請你 不是 那我現在用個時間 我給時間法律顧問去解釋清楚 這件事是完全不合理的 這個時間不是用來給法律顧問回答問題的 主席 你真是離譜 因為你的處理你這麼不公正的話 令到所有今天電視好多人看著 就是你如果要保皇的 你都不需要這樣 你將這些程序 扭曲了 你說說39條的 不是 那你現在逼到 你很清楚你的處理 就是逼到 我們一定是要支持這個 這個終止這個辯論然後休會的 因為你根本是沒有處理到 很多的問題放了在這裏 那麼現在有議員要去提問的話 他也都是根據他一路的官員的回答而去問的而已 但是你不去處理 你現在就強硬去逼 沒有可能是這樣去做事發的嘛 如果你問得清清楚楚 他有重複的 你當然可以停他了 但是現在是沒有嘛 很多的問題 包括那個復奸的問題 包括在這個區域裏面 一些是千絲萬縷的利益的問題 政府等等的一些政策 都是完全未回應到 也都有足夠的時間 是吧 就是去給他們去講 都沒有去這樣做 然後就說現在就要終止 跟37A去做呢 其實這件事是令到那個稍後 我不知道是怎樣 令到在村民裏面來講 是看到政府也好 就是保皇的議員 包括主席各下 是令到他們沒有其他的彎去轉的 這個處理是這麼差的話 我覺得是我們沒有可能是 繼續可以讓這個會議繼續下去 一定要休會 好 下一位 好 下一位